大家好 欢迎你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张教授 其实虽然莫迪莱是为了印度的利益 也确实当然他也牵扯到他自己明年要选举了 他也知道 印度说到根本 他也相信了邓小平那句话 发展还是硬道理 说一些什么狗屁的最大的民主国家 什么拥抱 什么自由体制 那东西都是虚的 老百姓得不到任何实惠 最根本的 短短中国 短短的20年 中国有5亿多 将近6亿农民脱贫致富了 印度还1亿人 这东西相差太大了 当然作为中国来讲 中国这么高调的接待印度 其实也有中国自己的战略考量 不要忘了 邓小平原来给中国设计的蓝图是 第一步 中国走向亚洲 第二步 中国走向世界 也就是说你先要成为亚洲的领袖 所谓亚洲战略 应该说在过去的20年 中国在亚洲战略 无论东北亚还是东南亚 甚至包括中亚 甚至包括西亚 中国做的都不错 唯独缺了南亚这一块 中国在南亚经常遇到一些麻烦 包括斯伊兰卡 甚至包括缅甸 而这一次印度主动的和中国的一个接触 或者说大家寻求一种互相互助 起码中国亚洲战略 南亚这一块不足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不能让任何成型的反华联盟的建立 在围堵我 对 对 那么印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太重要了 那么把印度的关系搞好 中国的一带一路才能有更大的保障 这是我要讲的 另外一个问题 没错 那么在这里头 亚洲的情况 我觉得世界情况对我讲还是很相当的清晰 那么过去发生很多事情对中国有利 你这是偶然的事情吗 还不是偶然 绝对不是偶然 你说南海仲裁案以后 菲律宾发生了这么巨大的变化 缅甸 欧商宿集起来以后 也没有如希望 对 主政以后根本跟西方的期待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那么你在想说 这一个 这些东西单单都是运气吗 不懂 绝对不是 那么这有它的深刻的这种现实的背景的考虑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今天在世界的走向 那么对中国讲相对讲是一个相当的正面的 同样的问题 如果把这些东西用适当的管道 很简单的说法 给台湾的老百姓知道 会影响台湾老百姓 因为中国是有一个大的战略格局的 特别是习近平任内 他的两个一百年的两步走 这个战略是非常清晰的 而且也是一直在努力做 当然回到莫迪 其实中国除了希望能在整个亚洲战略当中补满南亚这一块之外 另外还重要 刚才你也特别提到一带一路 其实中国一带一路 一带走的还是比较顺畅的 这一路还是困难的 因为什么 从整个南海出来以后 经过印度洋接到巴基斯坦 中衔这一块是有点缺憾的 因为印度公开表示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 因为他不知道说我已经被你包围了 你再搞个一带一路 把我周边国家全给策访了 他说我还怎么混呢 所以这就是需要有共识 这个共识的话 我觉得希望透过这次习近平跟穆迪的彼此有更大的信任 如果穆迪还能沿这条路走 穆迪的主政还是可以延续的话 那就替中国的一带一路垫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因为这里头阿拉伯这些国家 虽然他们不念对中国是怎么样的张开 或者怎么倾倒 或者怎么相信 但这些国家基本上不成什么大气候 他不会反华了 而且他也没有力量 他也没能力了 没能力 今天如果印度变友好 巴基斯坦友好 伊朗也友好 你的一路就传了 通了嘛 对不对 今天阿拉伯这些国家 所以整个的情势 我想对中国其实是蛮好的 问题是你刚刚上一次你讲了 中国的事情还是中国自己搞好自己内部的 对 这才是关键 这才是关键 那么把内部的挑战很大 但是呢 我个人的感觉是说 这个中国的内部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毕竟这一次呢 其实应该这么讲啊 虽然一直我们一直在强调 中印这次非正式会晤意义重大 但是它的大背景是中美贸易战的一个背景 是 但是呢 这个东西突然大家拉开一点啊 拉开中美贸易战站得远一点 更远一点 更远一点去看 我突然发现一个特点 无论是法国的领袖马克龙 德国的默克尔 还是日本的安倍 他们虽然都到访了美国 但是回来以后 他们表达的都不是和美国站在同一战线 来在贸易战中对付中国 而是安倍积极表达了 希望年内可以访华 也希望习近平可以2019年可以访日 当然甚至日本媒体公开讲说 如果日本的修宪可以往后拖一拖 不急做的话 两国元首的护法是可以实现的 而且我听到中国国内 现在对日本的这种缓和的声调 已经成了外交的一个主流 我相信您这一次两岸行的时候 在跟这些学者们谈的时候 也会谈到日本的问题 特别是台湾的 对 在日本的时候一定会谈到日本 所以现在日本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 日本不仅没有跟日本美国在一起落井下石 反而它越来越积极的要和中国改善关系 我相信在很大程度上 在某些理念上和莫迪是有异曲同工之处 那就从现实层面来讲说 在日本过去的二三十年 它日本掉的坑跟美国是差不多的 那是 那么你现在这个玩意儿 这是个炸弹埋在里头 这个迟早要爆炸的 OK 就是美国你不能老是靠借贷的过日子 对啊 那么你现在日本 日本的国贷都没关系 日本现在的债务是全世界西方国家最高的 它超过了250%GDP了 那么所以日本要走出经济的困局 才是日本的 对 所以就在这个大背景之下 如果打起全球贸易战来的话 也许制裁的是中国 这里头很多日本公司也很多 不要忘了 一旦全球化被停滞的话 你日本是一个外向出口型国家 你怎么活啊 对 这就是说我说台湾真是笨 你想想看 台湾从中国大陆得了这么多入手 OK 你搞个什么 这是个愚蠢的决定 居然还要加入美国对华制裁 真是个愚蠢的决定 这个事情将来会迫使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 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那当然 在这种民族感情面前 你居然可以这么做 就是stupid OK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在日本 我想说日本跟中国 你讲讲讲究有什么真正上的现实的冲突 利益上冲突 我觉得很少 其实历史问题是个道德问题 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利益问题 是一个道德问题 只要日本在道德上稍稍把高度调整调整 这个观是过得了的 不过张教授 我还有一点时间 我还要请教您 日本产情新闻 在谈到安倍向中国的 他们是完全赞成安倍和中国全面和解 而且利用现在美中贸易战这个背景下 日本应该主动的迈出一步 而且日本喊出什么口号 您知道吗 日本喊出来说 我们担心第二次尼克松效应会发生 他怎么讲呢 他说别看表面上中美 剑拔弩张 他说贸易问题 我们跟美国人吵了多少年了 怎么着 贸易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因为当着川普并没有全面围堵中国 这是关键点 他并没有战略性的全面围堵中国 只是贸易要求 他说如果中国给的好处够多 他说美中之间贸易就是彼此不让步 最终和解也还是必然要达成 更何况如果中美双方在贸易战 甚至日本提出来说什么 他说中国如果提出跟美国搞自由贸易区 美国未必会反对 他说如果中美搞了自由贸易区 他说日本可就什么都没了 对点 我也同意大部分 因为川普的当选跟他自己个人的背景 他不是个意识形态的人 他也不是一个政治家 他的问题就是我看到这么大问题 这个大问题 他也很老实讲 这个问题不是你中国搞成的 是我们自己stupid的 那么stupid的原因 这有很多的历史性的原因 很多的那种精英阶级 美国的这种金融寡头 他的利益跟美国老百姓不是一样的 他两个利益已经从30年前就开始 30几年前就开始剧烈的分化 你如果看美国的那个 美国最大多数的老百姓 几十年的发展对他没有好处 你为什么 你如果看一个很简单的图 你如果画两个一个图 就是说这历史上 美国的生产力的成长的图 生产力对时间的关系图 基本上生产力的成长 是还是一个最先下的现行 现行的增长 那么但是你这个中产 这个国民经济的中产 中产力的收入 收入化 基本上从197几年 就73年74年75年这时候开始 这个这两个的 在那之前生产力的成长 跟收入增长是同轨 同轨 在七几年以后就分开了 那么这分开的话 就是说生长 生长那个 GDP的成长率很高 继续下去 但是呢 这个收入成长率的话 就是基本上是平的 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形 那么这个情形下来 你问他为什么 这就是今天美国的原因 贴富差异 华尔街的这个 这些东西是美国的 根本的一个政策的改变 仿不想改变这些东西 但是这个需要时间的 这个需要时间的 而且得需要 对的时间 对的人 他不是对的人 他现在 也不是对的时间 他现在面临的困难很大 他不可能跟中国全部弄翻 那么因为这样子的话 他不用混了 所以啊 当然了 说到中美关系还有很多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聊了 今天时间关系 我们只能跟大家聊这了 我们感谢张敏教授 谢谢你 谢谢萧峰 谢谢各位观众听众 谢谢大家 再见